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有饭说剧 说到你和我的清晨时光这部电视剧 想必在这的人不再少输吧 主要是因为这部剧真的是太甜了 也是流量小花旦赵丽颖在结婚之后的第一部剧 不过剧中的男主金翰也是非常帅气的 并且将军人的气息演绎得淋漓尽致 让大家觉得金翰饰演的励志成这个角色 就是他的本色化身 太符合大家对于这个人设的期盼 还有就是赵丽颖饰演的林浅 蠢萌萌的 但是身上的天真感却让人觉得非常强烈 还有就是身上的韧劲 也让大家非常喜欢 在剧中林浅和陈亚姨是非常要好的闺蜜 但是最后却变成了仇韧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男人 在剧中呢 陈亚姨虽然说是林浅的助理 但是两人并不是单纯的助理关系 从林浅进入艾达 将陈亚姨带在身边就可以看出 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非常要好 而他们两人在进入艾达之后 同心协力 一起帮助艾达度过了很多的危机 甚至加班都是家常便饭 但是陈亚姨并没有抱怨 一心尽自己所能地帮助林浅 做她最得力的助手 后来陈亚姨要出国进修 林浅也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并且是双手支持她的决定 但是后来巧的是 陈真也要出国进修 因为当初四美机已经是 业内数一数二的公司了 而陈真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公司 所以选择了出国学习 两人就误打误撞地 进入了同一个地方 而陈真更是想方设法地接近她 只是因为她是林浅的闺蜜 这次的陈真又开始使用美男计了 然后开始各种接近陈亚姨 毕竟陈亚姨单纯 所以没几天 两人就确立了恋爱的关系 但是在这场恋爱里面 陈亚姨自然是非常喜欢陈真 而陈真是有目的的接近 自然是不可能对陈亚姨有想法的 但是以后 陈亚姨在爱情和友谊面前 还是选择站对了陈真 小编觉得陈亚姨真的是有点单纯了 陈真怎么可能是真的喜欢她呢 在回到爱达之后 陈亚姨更是将自己知道的消息 统统的告诉陈真 所以每次陈真都能够及时的找出对策 但是这样的事情 自然是不可能瞒住聪明绝顶的立志诚 再知道自己公司出现了内鬼之后 就开始排查 但是最让人心疼的就是零钱了 再知道自己的好姐妹背叛自己之后 心里会有多酸呢 好了 本期就说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评论转发哦